10月20日,卢靖山在朋友圈里发文,公布了父亲Roy Horan卢一不幸离世的消息 对于父亲的离世,卢靖山非常难过 悲伤之余,唯一让卢靖山有所安慰的可能就是卢一离开的方式 爸爸在他最爱的爬山路上徒步和冥想时 找到了和我们已失去的妈妈永远在一起的路 老人家走的时候很平静 他的父亲卢一也曾是一名演员 凭借参演李小龙一作《死亡游戏》之后续死亡塔成名 在香港工作多年,他还和成龙一起合作了经典影片《蛇行雕首》 是一名出色的功夫片外籍演员 据悉,卢靖山是中美混血 他从小在香港长大,14岁就发布了EP 长大后凭借电影《狼牙》重返娱乐圈 并在2017年的《战狼2》里和吴京再度合作 贡献了十分精彩的表现,名声大噪 相信看到卢靖山事业爱情双丰收 卢一离开后也能安息吧 希望老人家一路走好